现在美方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只不过是服务资深利益,另起炉灶 这个框架同时是为推进美国地缘战略服务的 框架打着合作之名,行排他之石 企图建立美国主导的贸易规则 重组产业链体系 让地区国家与中国经济脱钩 很多地区国家对此感到担忧 认为同中国脱钩会付出很大代价 大家会看清楚 印太经济框架是扰乱地区合作的设计 是胁迫地区国家的工具 我们不禁要问其他参与方的利益何在 如果框架不能真正有利于促进地区国家的共同发展 将注定走不远 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高地 不应成为地缘博弈的棋局 我们下场日本的军事 我们下场若干销